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兵来玩 欢迎来到民族正切 那么这一集呢 老兵呢就做得比较晚啊 因为我早上本来想再再做一起的 是当地时间早上再做一起 但是呢 他们这个爱比营上基本上都是十点钟退房 那么之前的那些房东你十一点 十一点半啊 或者十点半退房 他都无所谓 那么那个城市里面的那个房东呢 因为你房东挺厉害的 他说叫我 马上救我走 他说后面还有客人过来 然后还让我把他的垃圾收一下 扔掉 但这些事情 清洁的事情是你去做的事情 跟我没关系 对不对 但是就是唯一一个就是 他说你时间中必须你得走人 就是有点赶你走的意思了 所以呢 之前那些房东都是比较乡下 那些地方呢 他都不会说什么把你赶走 所以说呢 今天一走 然后呢 赶路赶了四个小时 因为从黑山过这个波黑边境嘛 我现在已经到达莫斯塔尔了 大家会看到后面这个有宣里塔 那这个地方呢 就是著名的那个世界文化遗址 叫莫斯塔尔古桥这个地方 一会儿给大家拍点照片 那么现在做这个节目呢 我可能有一点背光 那也无所谓了 给大家看看景色吧 因为老兵呢 也就长这么挫了 也就这样了 主要还是听这个内容 那么这一期呢 讲什么内容呢 就是这个大疆啊 回应因风险大拒绝印军订单 相关网传内容严重失实 那么还是说这个到印度去投资这个事啊 那么大疆呢 他说啊 这个网传的消息是失实的 那么还有紧接着另外一个消息呢 就是印度财政部宣布啊 小米啊 Vivo啊 这些企业啊 在印度偷税漏税70个亿啊 给你给你没收啊啊 所以说 所以说这个中国企业到印度去啊 我真的觉得啊 挺害怕的 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背景吧 呃 近期啊 一段大疆与印度政府的商业纠纷的网传内容引发了业内的热议 该网上内容声称啊 印度军方向大家投以巨额订单 大疆方面呢 则印度市场风险太大而拒绝 相关内容呢 引发关注 那么这个大疆公司啊 7月26日在回应环球时报 记者询问时表示 相关网上内容呢 严重失实 大疆公司呢 并未收到印度方面的订单邀约 更不会出口无人机 用于军事用途 在互联网上流传的文章称 根据所谓的印度斯坦时报的报道以及业内人士透露的信息 印度军方近日向大疆下了价值约1.35亿元人民币的订单 但提出了付款25%的订金就先拿货的要求 但这方面则认为印度市场风险较高 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都不太稳定 印度商业法律相对之后 商业欺诈问题比较普遍 于是以印度市场风险太大为由拒绝 该网上内容引发关注 正将大疆这一举动与中资企业在印度市场遭遇到不公论待遇挂钩 因为这是中资企业避免印度市场套路 以及给印度市场利益规矩的又一举措 大疆也是说相关信息严重不符 大疆方面并没有收到此笔订单的任何接洽或沟通 也不是所谓的以印度市场风险太大为由而拒绝 大疆也一直专注在民用无人机领域 始终反对其产品的军事化用途 那么大家要知道这就是等于说大疆呢 劈个谣 就是说我们跟印度没有这一笔生意 那么大疆呢是聪明的 幸亏是没有这笔生意 也不能够有这笔生意啊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印度是一个滚刀肉 是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这么一个种族 大疆是很优秀的一家中资企业 对吧 也是这个在全球范围内广受客户好评 美国看到大疆搞得这么好 就一定要说大疆呢 是在这里收集美国的这个信息情报 用于军事目的 以国家安全为由啊 把这个大疆在美国要给他禁掉 那么印度呢 大家都知道 无人机发展一直都比较滞后 所以说呢 他可能有这种想法 但是中国企业呢 不会跟他们去做这种生意的 尤其是像大疆这样的企业 涉及到这些啊 比较建设这种技术 那绝对是要有点心眼的 所以说呢 第一个大疆也否认这个事儿 也没有这个业务的存在 那么中国企业要不要给印度立规矩 也是要给印度立规矩 但是我个人感觉没有任何必要 为什么 你给他立的规矩了 你在他的地盘 他到时候在没吃咖喱之前 他跟你说的好好的 咖喱他一吃 他又去推翻了 那么你怎么办呢 是不是 或者说他用右手去擦了屁股了 他不用左手了 那你说怎么办 是不是 所以说 中国的公司去印度做生意 投资 一定要小心翼翼的 所以我认为大疆 他这个觉悟是非常不错 不去印度搞什么投资 也不会跟你印度军方有任何的接洽 到时候我跟你印度军方接洽了 你把我技术搞走了 对吧 这里面就巴铁就有点不好 巴黎斯坦把中国给他的无人机技术 因为巴黎斯坦跟土耳其的关系相当好 所以说到土耳其 给他这些技术 到最后你看土耳其搞出了什么 TP2无人机 大杀四方 对吧 所以说老兵个人感觉 这些技术我们一定要自己控制住 不能够为了这个迎头小利去出口 好吧 那么这个是 我觉得大疆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事情 这个事情呢也非常重要 有必要给大家分享分享 这个事情它是这样子讲的 印度财政部 小米 OPPO和Vivo等逃税70亿元 那么腾讯科技 印度财政部 今日通报称 包括小米 Vivo和OPPO在内的中国主要智能手机制造商 逃避关税并在印度进行非法汇款 总金额至少达到800亿卢布 约合70亿人民币 印度税务部门仅收回这些公司逃税总额的8% 言外之意啊 就是指这帮小皮嘎子 偷逃税 我现在只拿到了8%的好处 剩下92%我都要给你们搅干净了 印度财政部在一份 至印度议会的书面回复中表示 小米公司在19年至2020年 逃税总额为65.3亿卢布 在2020年至2021年为2.399亿卢布 这个卢比 22年至23年为4610万卢比 而OPPO公司在17年至21年期间 逃税440亿卢比的关税 Vivo累计逃税287.5亿卢比 所以大家想想看 你说中国的企业 在中国 它可以不遵守规矩 很多它想尽一切办法 偷税漏税 或者说这个合理避税 但是在印度啊 在国外呢 中国的企业就跟他妈的 孙子一样的 绝对符合当地法律 绝对符合当地的法律法规 为了挣钱 听话的不得了 这就是导致今天有这种悲剧的 一个直接原因 所以说最后呢 雷军啊 对吧 像OPPO啊 Vivo啊 对不对 这些手机 到印度去 投开厂子 投这个生产线 把这个供应链给搞过去了 人家印度现在要逼你啊 要么你可以继续做生意 但是你赚的钱一毛钱都别想打回国内 啊 也别想到国际市场上面去 这些钱都要留在印度啊 我现在印度 我可以没有任何的根据 我说你们在这里偷水漏税了 我说你们在这里偷水漏税 那么 你们就得给我缴罚款 我只收了8% 剩下的钱还要为你们要 别给我在这里牛逼啊 收拾你们 这就是印度 大家看到没有 这就是印度 所以说各位网友啊 各位中国的老板们 你们还要去印度投资吗 所以我说雷军这么个九头鸟 他居然会在印度折起 啊 这是不是聪明反备聪明物 还是说 对这个政治经济学不够了解 所以我说过到印度去投资 一定啊 不能够瞎投资 一定要像大疆这样的 第一没有这个事情 第二个我们也不会跟印度军方 跟印度这个地方搞什么乱七八糟的这种关系 啊 所以说呢 这个小米 OPPO Vivo啊 啊 看中印度14亿人的市场 对吧 这些手机啊 占据中低端的这个市场 但是到最后呢 什么下场 现在单子开出来了 就这个下场 所以我们会看到另外一篇文章 印度对与中国公司做生意 持开放态度了吗 当然了 近年来印度政府炒作中国威胁 不但对中企下黑手 现在最近 还有比亚迪核资建厂申请被拒 多加中企被指控逃税900亿卢比的消息 卢比的消息陆续传出 那根据英国金融时报七二十六报道 印度电子和信息技术部部长 钱德拉赛卡 却在技术采访时声称 印度对来自中国的投资 持开放态度 印度对与中国公司做生意 持开放态度了吗 当然了 钱德拉赛卡 卢斯说道 钱德拉赛卡 告诉金融时报 印度对任何地方的任何公司 做生意 均持开放态度 只要他们投资的经营合法 并顺着印度法律 他重申 我们对所有投资持开放态度 包括中国投资 那么 大家也都知道 审查都中资 扣押中国的集装箱 以偷逃税为由 干死中国的企业 这不都是印度干的事吗 所以说他印度这个投资部长 技术和信息投资部长 他在这里讲这种话 这不是鬼话吗 谁还敢去印度投资 所以说 大家一定 不要去印度做生意 即使你要去 去夺他的标 也不要去旅行 印度 他总想着把我们给吃掉 跟我们有领土争端 跟我们有领土争端的国家 你居然敢去投资 我不知道像雷军他们是怎么想的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